文亮醫生他在朋友那裏分享 他在做醫療的過程裏面看到一些異常的肺炎 他就說出來 這個在很多國家裏面很隨便的事情 但是他因爲大陸有對這個網絡的監控 那就足足分解他 這個很明顯是看到在大陸裏面 不論你是哪一個 只要你說的話是中共覺得會危害他的統治的時候 你就會受到監控和迫迫 我想他是一個14億人裏面的一個很簡單的寫照 其實他告訴他身邊的朋友要小心 因為他是醫生 他知道這種肺炎不應該是正常的肺炎 應該是有機會有病毒人士的肺炎 你問一下醫生是其中 現在四百多個病例裏面 四百多個死者裏面的其中一個 只不過是因為他出名 我們知道了我們就可以為他哀悼 其他人他叫姓什麼名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也都是因為中共受到國際的壓力 才說跟他平反而已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整件事是非常黑暗的 如果不是這個疫情爆了出來 但是中共自己都覺得掩蓋不了的時候 李文亮醫生就會默默無恨死了 你問李文亮先生的實意覺得 比如香港這邊的醫護界或者香港政府一個什麼訊息呢 要說真話 其實現在大部份的醫生和護士 在香港都是說真話才會有罷工的 是不是 那個真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看到在香港的醫療系統裡面已經是不勝負荷 如果再不做這個所謂封關 拒絕這個由大陸入境的旅客入境 以免他們成為這個新肺炎的傳播者 播毒者 他們都是講他們專業的意見 其實李文亮醫生在他的微信裡面發出一張 廢片就是專業 你一看就看到 這個廢片是有異常的 所以當這個林鄭月娥說 用科學去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她不是在講科學 她是在講權術 因為林鄭月娥無論做任何的舉措 就是說對大陸旅客的拒絕入境 一定要中共政府同意的 你罵林鄭月娥喪心病狂 沒罵到她背後的人 那些我們沒辦法知道 我們沒辦法知道 紅色通道給高官 這個就是需要香港的傳媒 還有我們去揭發和挖掘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林鄭月娥以至於整個特區政府 和2003年董建華的特區政府是一樣的 在這個疫情裡面 他們完全沒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這個就是最可悲 其實那個錯已經是注成了 因為中共拖延那個公佈疫情 拖延了之後 我們又跟著它拖延 所以在這個農曆新年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說 其實是非常之危險 高風險的事 如果現在不再局部封關 更加危險 如果現在所謂局部封關之後 還有很多大陸的旅客來的時候 那當然唯一的做法就是 逢是在大陸的旅客來都禁止入境 如果你是要入境 要有一個特別簽證的安排 而不是你進來自動隔離 這個也是林鄭月娥和共產黨 沒辦法不在這個醫護人員把工的壓力底下 做出一個所謂軟封關的原因 因為如果不再行這個遠封關的時候 這個香港很容易會變成為 跟大陸一樣是被其他人 用這個拒絕入境的對待 香港宣布自己的疫區 或者單方面封鎖大陸的旅客的時候 是會令到國際更加關注 中國的疫情和大陸的疫情 澳門更加難 窮色通道更加多 或者澳門政府說的話 執行力是怎樣都不知道 所以香港人猛這麼責澳門政府 我覺得是想多了